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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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喝了 就是我卷毛的朋友 以后在这条街上随便玩 不知道卷毛哥的名讳是借记卡 还是信用卡呀 好使用 什么卡都行 把他喝了 卷毛哥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慢酒啊 李玉中 看来你这个老师不太给面啊 卷毛哥 你何必强人所难呢 我本来就不胜酒力啊 李玉中 既然你这个老师不喝 你替他把酒喝了 卷毛哥 我 你他妈也给脸不要脸是吧 李玉中 这就是你认的老大 没错 我就是他大哥 怎么老师 老师 你有什么想法 哥 你别生气 我喝 谁那么让你喝了 让你老师喝 要是实在喝不下去的话 过来帮我甜甜脚之道 这事就算了了 你人们敢动我卷毛 今天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 小子 你有走 我让你死不全尸 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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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师 不能再打了 再打就死定了 李玉中 李玉中 不是我说你什么 老大不小的人了 找老大找个像样点儿老大行不行 张老师 其实我就是好奇 我之前跟他们打过几次架 抢过几次钱 就是觉得刺激 回学校 他们还怕我 但是后来 后来我想退出 但是大头哥威胁我 说我要是退出 就打死我 那你后来不是还是结了同学的钱吗 那是孝敬大头哥的 上个月钱没凑够 他 他就把我打了 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开始 做自己老大知不知道 还有啊 找个机会 把接着完钱还给他 顺便给他道歉 你要是不想做也可以 好 四老师 终于大功告成了 祝贺你 小丹 谢谢你 都是你的功劳 干嘛谢我呀 这都是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的结果 都在哪儿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每次画展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 不用了 廖老师 都已经画完了 这么快啊 画得不错 不错 小丹 学会不倒了 我送你回去吧 邹老师 你先看着 我们走了 好 走 你嘛 我刚来你就走 你还真以为我是来看画的 可以画点了 太好了 终于画完了 其实你的用色还可以再大胆一点 这样的话整个那个画的感觉 会更加明显一点 对比就强烈了 我送你回去吧 小丹 不用了 老师 这不有车吗 我打车就好了 也行 再见 好 来 路上小心啊 好 走 冰云 莫老师 您怎么在这儿啊 因为你在这儿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怕打扰你就没上去 累坏了吧 我订好餐厅了 我们去吃饭 不用了 冰云 你最近怎么对我总的这样啊 汪老师 我们不去吃饭 我送你回家 好不好 别拉拉扯扯就行吗 好 雨 雨 这小鸟画得还真不错呢 在后面 快!!! 睡在这里 来 韩约还像上次一样啊 亲一个 路上注意安全 你看呀 看不出来呀 我说你平时怎么谁都看不上呢 原来你没见过 他有这么一个一波云天的飞车党大哥 在苦手寒扬地等着你呢 你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 他的兄弟们都和我说了 我告诉你 钟晴晴 我跟廖学斌的事 十几年前就已经完了 我劝你也离这种人远一点 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看不出来呀 其实你心里对他还是 我跟廖学斌已经没有关系了 以后别跟我提这人 冰云 其实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字行也 子佑曰三人行必有我是烟 温老师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去了厕所了 肚子不舒服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曾子曰是不可以不弘以 认重而道远仁以为己认 不宜重乎死而后已 不宜远乎 紫月遂寒 小丹 不上课 你在这儿干吗 我有件事想找你谈谈 谈谈 找我谈什么 你为什么最近总是躲着我 我没有躲你啊 小丹 其实我 我还上课了 现在 你做的事 让我知道 毕竟 忘了 一点 她的事实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是她选了一条有备于常人的路 那我总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不是 冰云 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有点先入为主 有点偏见呢 你只知道亮老师去飙车 去打黑拳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啊 为什么 因为她想当大哥想耍酷啊 大小姐 事情哪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来一趟 去哪儿啊 找个地方跟你谈谈 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 走 壁虎 你最近是不是在追贝小丹 你承不承认没有关系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你是根本追不上的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贝小丹条件那么高 又是一个追求浪漫的女孩子 你看你 这根本没有希望 我的事什么时候让你来操心了 好 本来呢 如果你对我态度好一点 我可能会听你说说好话 可是你看你现在的态度 好自为之 谢谢 好的 你这句话 帮忙给我搬一下 小心点啊 好謝謝 谢谢联�汐了 嘿 蘇宛忙着呢 諒老师 有事吗 有事 我想跟你谈谈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我说的不是我们俩的事 我想跟你谈谈学生的事 我们班的贝晓丹 你应该很熟吧 我发现她最近在跟一个学生谈恋爱 青春期的孩子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吧 您当初上高中那会儿不是也没闲着吗 我不是反对这件事啊 我是觉得她最近问题比较大 需要一个人指引指引 你觉得我合适 我觉得女孩子的事情 还是女孩子办比较合适 你讲话她应该会听 行 我有空找他聊聊 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那个 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参加 郁金香高中的庆功表彰会 在前不久举办的中海市高中生美术大赛中 我们高二二班的贝晓丹同学脱颖而出 力拔头筹赢得了金奖 这也是我们郁金香高中在美术方面获得的最高荣誉 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各位嘉宾来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一席预约 恭喜贝晓丹同学 下面请允许我宣读一下评委会对贝晓丹同学画作的评语 不听不问不看角度独特 是以不闻不见不言对应 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欲言又止之意 也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事相对应 寓意深刻 技法纯熟 实属难得之作 获奖的画作呢 将由学校的美术馆永久收藏 今天将在展示厅首次展示 下面请大家欣赏 小丹 祝贺你 这都是您的功劳 哪儿呀 小丹 你很有天赋 继续坚持的话肯定会获得更多成绩的 谢谢女子老师 看看 老师啊 小丹 这也许就是机缘 很多大师的作品不都是这样吗 断臂的维纳斯 宁久无关的莫竹 小丹 小丹 咱们是朋友吗 当然了 苏老师 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老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喜欢过一个男孩 这是咱们俩的秘密 这是咱们俩的秘密哦 其实我觉得在你这个年纪 喜欢上一个优秀帅气的男生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只是呢 你们要把握好度 因为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放心吧 苏老师 我会把握好度的 嗯 也请小丹放心 我替你和叶玉虎保管好这个秘密 叶玉虎 老师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叶玉虎了 那你喜欢的是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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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廖老师 小丹 三个一 四个一 阿台 搞定他 干嘛呢 喝酒不等会儿 不是姚踩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说问昨天哪妞 是不是 那哥们都已然断货了 想喝 干嘛呢 没事 过来过来过来 好 去个白哥办点事 好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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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说真的 我把小本发一下 正哥好 好 走 走 周老师 好巧啊 你也来上班吗 廖老师昨天怎么走得那么着急啊 有事 那幅画是你做的手脚吗 你是怕我们找你算账啊 什么画了 你别跟我装 你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你是说贝晓丹同学那幅画啊 我就是看看 什么也没做 虽然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让那幅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结果还不错 贝晓丹也得了金奖了 我替他谢谢你啊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呢 冰云 我让你跟贝晓丹谈的事情 你谈得如何啊 我谈了 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学生没问题 是你自己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知道你的学生喜欢的人是谁吗 叶玉虎 贝晓丹告诉我 他喜欢的人是你 丹老师 带你 do Iile 哪有 有 丹老师 你怎么才出来 我都等你好久了 你等我干嘛 您 direkt干什么的呀 你是不是累了我 不 我我就是想说 我那天你打那两下 能不能教教我 教你干嘛 欺负别的同学啊 廖老师 我以后不欺负他们了 我知道错了 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 你去给周安说 我让你去给他道歉你去吗 去不去 去 去吧 周安 从哪儿去啊 过来 你站直一点行不行啊 以前的事儿 是我不对 对不起 李育中 你不会道歉啊 我没有从你眼睛里看到真诚 不是 这要是我 我什么我啊 有这么困难吗 你不会啊 我教你啊 看着他的眼睛 温柔的 真诚的 感人肺腑的 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快点 以前的事儿 是我不对 对不起 什么 我拜托你温柔一点好不好 你傻呀 再来 老师 老师 周安 我把他交给你了 直到他道歉到你满意为止 你再狠着我 以前的事儿 是我不对 对不起 好 那这件事就这样 以后大家就是兄弟 要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 所以说我是超级教育兵 我听说 学校比赛的事情要开始了 准备好面 那必须的 我都练了很久了 行 那好好干 刘老师 今天下午篮球赛 你过去看了吗 看我心情吧 今天到此为止 算了 我相达的事情 我现在就像你开心的 我当时会呜 好 救命 夹 杜老师 您现在有时间吗 小丹同学 先生 你不如公布 美术比赛得到第一名 应该很开心才对吧 老师 我不是要说这事 你不用谢我 其实呢 我也是一不小心 意外惊喜而已 刘老师 我找您不是因为这个事 不是这个事啊 那是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刘老师 我和叶玉虎 其实没有什么 我没有再跟他谈恋爱 是吗 其实年轻人呢 有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的 正确处理就好了 再说了 同学之间 有感情也是很正常的嘛 小灯同学 千万别有任何心理负担 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我怕说了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是是是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起考虑一下 更何况我 对了 学校的篮球比赛要开始了 我们应该 一起去给他们加油一下对不对 走 快 小的怎么踏来了 快 看看 怎么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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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踏 一声再见 停在嘴边 突然被阳光曾痛了眼 我怀念 有你的岁月 想再一次 在午后操场聊聊天 就算再见 就在眼前 用寄宿舍变成空房间 再一次 感谢你的出现 人生下场再见 一声再见 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 让我们在拥抱中祝愿 下一站 总会遇见 答应我要永远保持催沉笑脸 许下诺言 许下诺言 画好横线 画好横线 不管未来世界多危险 为了梦 脚步永远相见 青春没有终点 青春没有终点 你们太帅了 太帅了 太帅了 这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刚兴什么呀 懂什么叫交兵必败吗 梁老师 您还算我们老师吗 我这刚赢 您就在这说风凉话 没你这么说话的老师 对啊 你说大家还挺开心的 真是 倒数第二 赢了倒数第一 有什么可开心的 看什么不服气啊 回家打你的飞机去吧你 对啊 那这么说你们这次得奖 是在哪儿正着啊 那你们家廖西平 还真挺稳实的啊 随便跟你糊弄几笔 就把你整份画的闹 都给提升起来 我拜托你 他那只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好吗 秦秦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是不是 你对廖老师的看法改变了 昨天 贝晓丹跟我说 他喜欢上六学兵了 还有这种事 哦 我懂了 你吃醋 什么呀 我就是不知道 现在 你吃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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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吃醋了 你吃醋了 现在 曾 105 感谢观看 真是说曹操曹操得到 你说我什么了 我是没和他说你什么 但是他和我泡了不少你的料 听说你多了一个学生粉丝 你少来这一趟 我觉得很好奇啊 你怎么每天做大热情澎湃激情养异的呀 我出去趟走 干嘛去啊 出去知道 那你等我换身衣服 快点啊 什么意思呀 你带我来这儿办麻呀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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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啊 祝你生日快乐 不是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这是 你看你今天穿的这衣服 跟共产电视剧似的 再说你送我这花 还有这蛋糕 有差这么多蜡烛的吗这 你直接扫我俩收桃不就行了吗 阿秋 我就说穿他们这不行吗 当年阿南 我和我女朋友过身里穿得跟黑热绘一样 这 要白 我跟你很熟吗 你当我十六岁无知少女了 这么好户呢 三岛 兄弟们送啊兄弟们 哎呀 会呀 好 好 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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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喝点 我吃过饭了 你妈喝醉了 你就陪我喝点吧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兰洛今年多大了 多大了呀 十六了 你不是十七吗 我过几天才十七 我还记得昨天就是 你没给他过生日 不用 没事 把陆回自己房间去 快去 要我说吧 没事你就常来 反正我一个人在家 没什么事 邻居 几天 没什么有可能 以后我每天都来看你 难道我每天都在家吧 你管他干嘛 我在家不就行了 来 喝酒 别闹 在这儿不行吗 别闹 别闹 伤得怎么样了 方新闻来了 没事 小鹤 这事你也别怪我 那天我亲自动手呢 我只是给兄弟们做个样子 这个规矩是大家当注定的 非计划到现在小白少了算 所以 这规矩我懂 其实医院不得别人 都是我自己犯的错 行 兄弟 你能这么想 万一放心了 来 很奇怪 这些人ض入败的 我让同学们 上官 他们想想 我们会出来了 这个人 正好 我给你帮小鸡 我给你帮你帮我 少爷 就帮你帮我 不然我出海了 不然我帮你帮你帮我